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好呀 这里是爬墙专业户版力奖 身为一个洗墨真道安哥夫人 你品你细品 我虽然滑行 但是却很专情 哪里有白切黑 我往哪里爬 可我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我居然会爱上一个男妈妈 呸 爹戏男友 毕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有谁能拒绝得了爹咪怀里 360度无死角的温暖呢 这两天恰逢这个导致我爬墙的 DME的生日 没错 它就是灵猫传的宁斐侯爷 宁斐这一次的升贺卡 不仅可以免费白嫖 剧情也相当之绝 把宁斐日常的禁遇 和对你的破戒 展现得淋漓尽致 宁斐到底能禁遇到什么地步呢 女主连日的观察 也没能从她身上抠下来 一心半点的喜好 但就是这样的宁斐 在面对女主时 却一次又一次破戒 在这次的宁斐生日约会里 宁斐面不改色的 直接就着女主的手吃糕点 简直堪称花式秃稳专家 天天这个光明正大犯罪的男人 还能一脸淡定地问出 你拿起来 饭后便吃了 有什么问题 还在吃到豆腐 吃到糕点之后 疯狂暗示 而且我希望 这份汤糕 不仅仅只是回忆 依我看 正是因为宁斐这个男人 平时太过禁欲 所以在遇到女主 这个让他无法自控的人时 才会如此放纵 这一前以后的反差 难道不香吗 我爬枪爹咪 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为什么说宁斐是爹咪呢 因为这个男人的爹系浓度 真的太高了 首先宁斐简直就是 成年靠谱男性的化身 少年老成 冷静冷皱 运筹帷幄 全是陶天 加上大佬专属扑克脸 一看就是那种 在宫斗剧中 能直接活到大结局的大boss 即使是智慧树下 你和我这种 铁定活不过片头曲的猜忌 在他身边 也能显得自己很牛逼 在他身边 无论遇到什么危机 都是小场面 无需惊慌 他的大腿永远为你敞开 想怎么抱就怎么抱 这话怎么听着 奇奇怪怪 此外 宁斐简直像个老父亲一样 为女主操碎了心 别看他表面上不动声色 内心可能已经恨不得 把女主从脚呵护到头发撕 在花招节上 你面对满城灯火 心生落寞的时候 他会在暗处默默陪伴 为你吹笛 皇上心疼他劳累 赏了一盒安人行香 结果他却因为心疼你 天天加班 专手就把这盒香送给了你 自己继续彻夜不眠 加班到天明 就连这次宁斐自己的生日约会 宁斐都能打工上头道 忘记自己的生日 话说宁斐1月8日的生日 说明他是个摩羯 摩羯座对应工作狂 这么一看 好像也没毛病 请大家把宁斐老打工人了 打在宫廷上 在观察到女主不爱喝苦茶之后 还专门把茶换成了越国进宫的瓜果茶 发现女主居然很喜欢 宁斐当场在心里记小本本 要找越国疯狂捕获 当时我甚至有种越国威的感觉 越国要哭了 越国做错了什么 其实从他的深河约会也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摒弃了自己喜好的人 幼时的他吃母亲做的糕点 但颜柯的父亲觉得 那不是男子汉该喜欢吃的东西 再加上随军习武 以及母亲离开家 去寺中修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让他摒弃了自己的喜好 变得像现在这样克制自己 经常喝浓茶也只是为了提神工作 但这样的宁斐 却心心念念的把女主的喜好放在了心上 甚至把女主变成了自己的喜好 你做的糖糕不是记忆里母亲做的味道 没关系 你就该做你自己 你想做我喜欢的味道 没问题 从今以后 你做的这个味道 就是我喜欢的味道 不过宁斐最戳我的一点是 她的宠爱从来不是为了把你变成一朵 只会依赖于强者的问思花 而是恰到好处 只为你能长成一颗 能与她比肩的苍天大树 她帮你重建云秀房 重振繁星格 但不会过多插手 而是让你自己成长 但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 她永远会在你身边 为你遮风挡雨 看到这里我就问你 姐妹 你愿意吗 愿意吗 宁斐另一个让我很吃的点 其实是她的占有欲 身为全清朝野的当朝宰相 宁斐霸总气质拉满 在朝堂上掌控成长 在你面前动不动 宣誓主权的模样 也真的很难有妹子不心动吧 尤其是这一段 每回你背着我以身犯险的时候 我就想 哪日就该找根绳把你拴起来 看到这里我就想说 爹你不劳您大家 我已经很自觉的 把自己五花大榜乖乖谈好了 我干了 您随意 原本我以为 宁斐真的只是一个苦情老父亲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居然还是个茶艺大师 他不仅自明意义上 耍的一首好茶艺 还特别懂得用茶艺来茶艺女主 我记得他有一次背后抱 手把手教女主烹茶 一边跟女主摇耳朵 一边还要求女主尽心 这么个姿势 你要我尽心 是在看不起我老色皮的实力吗 还有一次在新语里 宁斐明明已经发现了 茶杯上有女主的口汁 还能面不改色的与你共用茶展 问你对他有没有非分之想 好家伙 从任何意义上讲 宁斐都是当人不让的茶艺大师啊 宁斐身上还有一个核武器 这个平时看起来无比正儿八经的人 喝醉的时候 居然也会喵喵叫的对你撒娇 喵 我喝醉了 这谁受得住啊 然而当爹咪 对你再现撒娇的时候 这种杀伤力更是double kill 留下陪我 你不是旁人 让我抱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 听完这一段 我突然get到了全身过电的感觉 麻了麻了 我原地麻地 在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个小彩蛋 真的超级超级感谢 灵猫传寄来的命北生日礼盒 别人过生日都是收礼物 好家伙 没想到侯爷过生日 居然会主动给我送礼 所以别再问我 为什么会爬枪了 好啦 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稿 哇 好精致 好有古典美的礼盒 这个上面写的字是 家月 是尖家的家吗 家月之礼 哇 被自己深深感动到 这个字 我居然认识 不愧是我 文化人的感觉 真好 噔噔噔噔 哦 这里有一封侯爷的信 我们先来看一下 侯爷写给女主的信里 有什么内容吧 本侯从不曾想 有一人在侧 时光的流逝会变得这般快 有你在的地方 本侯总能不自觉的放松下来 哎 讲真女主真的是 胡叶的解压神器 每次被御王爷 气成河豚的时候 只要女主一出现 宁非就一秒消气 他只会在女主面前展露效应 转瞬 变质年末 相识虽不久 但本侯可以告诉你 无论过去多少年岁 本侯身边的位置 也只为一人所留 未来 你也一定要在本侯身边 宁非 哎呦 你听 你吸引 这是封告白信 还是封求婚信啊 这就差明的说 女主永远是他唯一的女人了吧 而且在宁非的生日约会里 女主可是明明白白的答应了宁非 会陪他度过往后的每一个生日 这就是双向告白现场 实锤了 还有这个Q版贴纸也好可爱哦 这个是对其他人生气的宁非 这个是对你写作生气 独作傲娇的宁非 这个是面对情敌要搞事的宁非 这个是面对你爹戏甜宠的宁非 完美全是什么叫做 职名双标 当当当 哇 这个是 这个是 查理的花茶套装爱 看到没有 果然和茶有关 不愧是宁非 茶艺大师 实锤 我的天哪 哇塞 哇 我这做梦都想不到 宁非的礼盒里 居然 会有一盒香啊 老年人 专场 实锤 这盒香 莫非是宁非 良心发现 助我托飞入欧的神迹 哎 你们说我在抽宁非的卡钱 烧宁非送的香 会不会有奇效呢 不疲了 不疲了 其实我猜测 这盒香映射的应该是宁非 送给女主的那一盒 安安神香吧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是一瓶如洗本力奖 长期更新 以油杂谈 欢迎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